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社消息 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持续走弱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今天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是6.8293元 较前一交易日下调0.0128元 为去年5月31日以来的低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说属正常浮动 证券时报今天署名魏敏的专家评论称 面对人民币波动 普通人不妨佛系对待 对于手上余钱不多的普通民众来说 没有很大必要对汇率浮动草木借兵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说 人民币中间价在下调创14个月低点 不过人民币中间价在扁 在岸人民币汇率却大幅反弹 根据中国证券网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一日开盘后快速上行 截至上午10时二分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跳升0.0375元 报6.7880元 报道引据新华社消息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一日公布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8293元 较前一交易日的6.8165元 下调128点或0.19% 为2017年5月31日以来的低位 北京新浪财经引述分析说 全球贸易形势在7月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美元指数偏强震荡 为人民币汇率造成一定外部压力 从内部因素看 中国经济数据表现欠佳 货币政策边际宽松 财政政策可能加码 对市场预期也有影响 分析指出 总的来看 人民币在7月贬值是正常的市场化表现 往后看 人民币仍将随美元指数双向波动 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官方消息说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 8月1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28个基点 报6.8293 为2017年5月31日以来新低 据中心经委客户端报道 因今年上半年美元指数强劲 使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承压 进入6月份 美元指数持续高位震荡 人民币跌势有所放缓 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一位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话指出 7月以来 多个交易日均呈现先亿后扬走势 这背后使国际投机资本正利用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扩大之际 开展波动性套利 进而放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幅 此前面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持续走低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指出 在上半年外部环境波动上升的情况下 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 报道引据新华社说 就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 IMF亚太部助理主任丹尼尔认为 这正是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 灵活性增强的结果 双向波动非常正常 中国官方报道指人民币波动 其实对没有多少钱的普通民众 没有多大影响 对于老百姓来说 人民币若继续贬值 现在到底是换美元的时机吗 证券时报在8月1日刊发了一篇 署名未明的专家评论文章 面对人民币波动 普通人不妨佛系对待 文中分析称 对于手上余钱不多的普通民众来说 没有很大必要兑汇率浮动草木戒兵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 题目是习近平主持25人政治局会议 未提定于一尊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二 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再次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台发现 官方文件未见提及 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八字真言 有消息指 习近平接下来还要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与赴北戴和肖下 海外的政论人士认为 因应中美贸易战恶化 党内或有要员被牺牲 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成为首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二召开了会议 由外访归来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 会议分析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据报道指 结束对阿联酋、塞内加尔、南非五国访问的习近平 接下来将要做这三件大事 第一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第二是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三是赴北戴和肖下 目前无法确认消息来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拥有中国最高的执政权力 新华社的报道说 在周二召开的会议中 要求把好货币攻击总闸门 保护在华外资企业权益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 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 会议再次强调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发现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八字真言 在周二新华社的官方报道中 未见出现 报道称 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是中共重大事件和事项决策的中心 每月月底例行召开会议 被指示中国政治的方向标 报道并称不同渠道的信息显示 中国已经开始开始进入北戴河时间 每年的7月底至8月初 中共现任高层和一些元老都会在北戴河露面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 体制内外宪政盘点习近平执政效果 与当下遭遇的挫折和困境 三代帝师的王沪宁中共的红色智囊 很可能在中共的熔断机制下 成为北戴河会议清军策保胜军的牺牲品 夏明说 北戴河不仅要解决当下具体的危机 其实也要反思他治理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和未来大的走向的问题 那么这就涉及到王沪宁的问题 因为人们把他作为中国的红色智囊 夏明认为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 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 产生严重对抗、对立 全球范围兴起红色与蓝色的冲突 接近中西方的新冷战模式 中共党内谁错误 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和潜能 谁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 在与美国的对抗中 谁造成了重大决策错误 谁使得习近平其虎难下 王沪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几年 做了五六年政治局常委 同时是习核心的主要智囊和文胆 极有可能要为整个习近平政权的错误买单 夏明说 对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风格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 王沪宁恐怕受到了其他的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抵制 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 王沪宁是处于危机关头 这是一种壁雷针的功能 要保习近平的政治安全 可能王沪宁必须要熔断 丢马保车的模式出现了 记者翻查 王沪宁最后作为主角露面是7月4日 7月6日有关习近平的报道中 挂名出现过 至于其他常委李克强、赵乐际、栗战书、韩正都保持曝光 三代帝师王沪宁 大半个7月没有担当和作为 突然龙前深海 不见踪影 显得极不正常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 政治局会刚落幕 川普威胁2000亿商品 课税10%增至25%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 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 2000亿美元课 加25%的关税 消息暗示川普 报复中国声言 对等惩罚美国商品 以及中国人民币近期贬值 对美国造成的损害 尽管2000亿中国商品被瞄准不是新消息 但此前川普提出的是课税10% 消息说是川普顾问敦促提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拟征税率 中国官方今天立即警告对等报复 但没有提及细节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川普已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但他的一些顾问呼吁政府将税率提高至25% 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抵消近越来人民币迅速贬值带来的影响 据报道说 在华盛顿和北京难以打破双方贸易僵局之际 川普政府的一些顾问敦促总统川普加大筹码 大幅提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拟征关税税率 这些商品是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惩罚措施的目标 川普政府顾问正在就可能让中方代表重回谈判桌的举措进行辩论 其中一些人敦促川普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拟加征的关税税率从先前提议的10%提高至25% 白宫要到8月末之后才会就上述关税措施做出最终决定 该措施可能将针对消费品食品以及机器组件 川普顾问认为提高税率的目的之一是抵消近越来人民币迅速贬值带来的影响 自5月30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下跌6% 路透社的消息今天指出川普政府计划提议对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25%关税 最初对这些商品确定的关税税率为10% 根据川普政府在7月10日表示 将寻求对上千种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 这些商品中包括食品、化学品、钢铝以及种类广泛的消费品 从狗粮、家具、地毯到汽车轮胎、脚踏车、棒球手套和美容产品等不一而足 这些关税要等到公众意见征询期过后才会生效 不过将税率提升至25%的前景 恐令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路透社引据美国匿名官员称 美国政府最早可能在周三宣布该消息 该报道透露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言人对于拟意提高关税税率的消息 未雨置凭 也未说明提高税率是否会改变关税实施前 征求意见期的截止时间 路透社今天自北京报道指 中国周三警告报复美国客税 中国政府称 如果美国采取更多阻碍贸易的行动 中国将会报复 评论认为 中国的表态可能针对川普政府计划提议 对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25%关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施压不会起作用 中方一直坚持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 据消息说 中国强调与美国的对话大门是敞开的 中国外长王毅重申与美国谈判大门没有关闭 此前有消息报告中国官员试图重启与美国谈判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日 明镜广播电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知情人士透露美中试图重启贸易谈判 美国川普政府可能最早于这个星期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 与此同时 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美国必须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激进的立场 而现在是这样做的好时机 他把这种做法比作是一个人的减肥努力 一开始是困难甚至是痛苦的 但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 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中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 以避免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 报道原因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 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 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 他们告诫说 双方并没有最后敲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 讨论的议题以及会谈的形式 但是他们一致认为 美中两国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 王毅 通过对话处理贸易摩擦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7月30日在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希望尽快恢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他说 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 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美国可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 美国可能最早这个星期三 开始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 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制定有关产品的清单 可能会推迟关税的征收 北京誓言要对同样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 一位熟悉内部讨论的人说 美国正在试图从中国那里获得一定的让步 如果中国同意做出让步的话 美国可能不征收额外的关税 罗斯 美国必须对中国的贸易做法采取激进立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星期一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太工商论坛上 被问到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时承认 这个争端引发了不确定性 但是他说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他说 我们强烈感觉到 滥用的情况太严重了 负担不起 而且不能永远继续下去 我们考虑的真正问题是 什么是对付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呢 罗斯 现在是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好时机 罗斯认为 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 是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好时机 他说 很显然 这样做的合适时机是你的经济非常的强劲 当你非常接近全面就业 而且经济增长达到4.1% 如果你不得不与某人发生争端时 这是你这样做的合适环境 因为经济有更大的能力承受短期内可能发生的问题 罗斯说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点像是减肥 一开始一点都不好玩 甚至有点痛苦 但是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 在美国7月6日正式开始 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 征收25%的关税之前 双方进行了三轮正式的谈判 一开始是财长姆努钦五月份 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北京 随后负责中国经济的副总理刘鹤访问了华盛顿 5月19日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中国承诺大幅度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能源与其他产品与服务 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6月初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中国 讨论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细节 但是6月15日 川普总统宣布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至此 美中双方的谈判中断 中方发表声明说 美国宣布征收关税 使得中方此前在谈判中做出的承诺无效 北京也相应地宣布对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 刘鹤不再负责对美贸易谈判 尽管美中双方试图重启谈判 但是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美中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在短期内会加剧 有猜测认为负责对美谈判的刘鹤可能不再参加美中贸易谈判 据信他在对美贸易问题上属于温和派 主张与美国谈判 而这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有冲突 有分析人士建议习近平可以把刘鹤当作一个替罪羊 从而为他本人更多地参与美中贸易谈判提供机会 不过目前并没有刘鹤已经靠边站的明确迹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气候变化至全球极端高温 中国华北最受伤 惊吓 多国受到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困扰 科学家认为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的几率上升 中国华北平原甚至将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这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之间的关联 究竟是如何被证实的呢 德国多地的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 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39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在北欧国家瑞典 则出现了通常只会在南欧国家发生的森林大火 波罗的海南岸地区则因海水温度过高而出现了枣泪 爆发式生长的状况 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反常热浪 是否由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 科学家认为 两者之间必有关联 荷兰皇家气象局专家 世界天气归因组织成员范奥尔登伯格指出 欧洲当前热浪的发生几率 已经因气候变化而翻了一倍 概率运算 以前 科学家很难为单独的气象事件找到具体的原因 毕竟 能够导致极端高温 极端降雨 风暴发生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然而 随着超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气象模型越来越精确 科学家想在已经能够计算出气候变化 对某一气象事件发生几率的影响 就像医学界计算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联那样 气象学家如今也能计算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之间的关系 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专家 世界天气归因组织成员奥托说 吸烟绝对不是导致癌症的唯一因素 但是它会提高得癌症的几率 科学家主要使用两套气候模型来计算气候变化与天气之间的关联 第一套模型模拟了我们当前所处的气候环境 另一套则构建了一个没有人类活动产生温室气体的气候环境 除此之外 其他输入变量都完全相同 简而言之 两套模型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全球气候变化 通过比对两套模型的运算结果 科学家就能分析气候变化所造成影响 世界天气归因组织利用这一方法计算得出 气候变化导致去年肆虐墨西哥湾的飓风哈维的发生几率提高到了三倍 而去年南欧地区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几率更是翻了四倍 但是也有一些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不显著 比如2014年巴西圣保罗地区的干旱 经验不再管用 世界天气归因组织使用了芬兰、丹麦、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的七个气象台的历史数据 可回溯到19世纪早期以及当前数据 科学家将这些数据输入了上述两套模型 并比对各自的计算结果 他们发现 在当前气候条件下 今年夏天 哥本哈根的热浪出现几率大约是七年一遇 而再撇除了人类 温室气体的影响后 其出现几率则降低为35年一遇 奥托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可以认为 气候变化让哥本哈根极端天气的几率翻了十倍 当然 并非所有地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都如此显著 按照两套模型的比对结果 欧洲今年夏天热浪的发生几率 平均而言翻了二倍 对于科学家而言 气候变化就是一组抽象的数字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 然而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 全球平均气温并无法被直接感知 他们的直观感受通常是极端降雨 极端高温 极端干旱 风暴等 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的专家沃塔 Robert Voltert对德国之声表示 用具体案例来说明气候变化之影响 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只有在了解气候变化的情况下 才能做好相应的准备 2003年夏天 席卷法国的热浪曾造成1.5万人死亡 此后 法国政府制定了应急预案 以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及其相关的公共卫生风险 然而 科学家担心 这套预案如今已经过时 沃塔说 我们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卫生预案 都是基于我们所经历过的热浪或降雨天气 但是 我们必须要明白 如今的气候并非我们所曾经经历过的 今后更会完全不同 一些政界人物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上周 英国多地的气温突破了30度 一些国会议员呼吁英国政府制定战略来保护民众 尤其是老年人免受热浪的威胁 他们担心 到2050年 因高温天气而死的人数会翻三倍 50年后 华北平原不再宜居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 更是在本周发布研究报告 指出到了2100年 在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中国华北平原 夏季的高温天气将对户外劳作的人群构成生命威胁 研究指出 4亿人口的华北平原将是因气候变暖而面临生命危险最为严重的地区 团队负责人埃尔塔西尔对路透社表示 气候变化将提高热浪的强度 这意味着当地的人类生存都将成问题 研究报告指出 在超过35摄氏度湿球温度的高温高湿环境下 人类在无保护情况下无法在户外存活6小时 高湿环境会阻止汗液蒸发 影响人的散热机能 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研究者通过气候模型预测 除非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否则在2070年至2100年间 华北平原的致死性高温高湿天气将会出现多次 世界卫生组织则预测 2030年到2050年间 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高温将会导致全球每年死亡人数 新增3.8万人 阿尔塔西尔指出 没有足够经济实力享用空调的穷人 比如农民将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另一项研究显示 目前亚洲、非洲、拉美地区 共有约11亿人缺乏空调、冰箱等现代家电来应对气温升高的威胁 科学家一致认为 今后极端高温天气会越来越多 也会越来越猛烈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气候学者安德鲁 金对德国之声表示 即便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 2003年席卷欧洲的热浪仍会在大多数年份发生 2015年底 全球197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 力争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至2摄氏度之间 但是 各国至今并没有采取足够的具体措施来达成这一目标 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 全球升温幅度将远远超过2度 科学家警告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各地的天气将更不稳定 也将更难以预测 在一些地区 旱灾与洪灾将交替出现 地区之间的天气差异也将非常显著 牛津大学的奥托指出 这会导致更加难以为气候变化做好准备 气候变化的最危险之处在于 我们并不习惯于去适应各种变化 这将会非常困难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 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或者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 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 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